我们把镜头转到高雄 高雄市长陈其迈在一个毕业典礼上面说 他自己也有失败的经验 那失败的经验勉励毕业生 那说参选市长失败 败给谁当然又是韩国瑜咯 人生不会每次都拿冠军 他要认为自己承认失败加以反省 面对失败才能勇敢的站起来 所以赢回选战算不算是他的勇敢站起来呢 大家讨论的PPT上的看法却不太一样 都说你不就是黑韩火力全开 所以才赢回来的吗 到底反省的什么 当然大家分析的时候还有人认为说 如果大家都跟他一样的话 立委翘班第二名拼选举 落选的下场是高升行政院副院长 副院长之后可以罢掉竞争对手 就可以重新回来 那不就赢了吗 还是靠霸足吗 当然晚上很多讨论 但是在高雄的民生议题上面 路腾路平灯亮水沟通 一位富人骑车经过碰到天坑 摔进去了受伤送医 这个是在5月31 6月1号都出现过的状况 而自来水管破裂导致的事故 还要进一步清查原因之外 昨天高雄前进899户 几乎900户大停电 那包括了台电调换了 这个800公斤的地下变压器 终于才恢复 还有下雨就漏水 其实高雄本来雨不多 但这两天开始下大雨封面南下之后 立刻就发生了到处积水淹水的状况 连小港机场说是门面 看看画面就可以看到 这个门面几乎是一直在用各种方法来接水 像一个水桶之都 水桶机场 到处都在接水漏水漏成这样 民众爆料说这个机场漏水已经三年了 高雄国际航空站说 编了5800万要办 这个国际航下的防水问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解决 要说要先想办法解决漏水问题吗 881核定的新航下 到底什么时候 哇讲的大外宣大内宣都很厉害 但是合了这么多经费的升级 拿预算比其他蓝营县市容易多了 要多少有多少还可以加倍给三倍给 但重点是你做到哪里去了呢 包括现在面子工程吗 中央补助1.81 你看拿钱有多容易 大家听起来很心酸吧 其他县市 高雄的旧左营国中校地就要让清大阳明 想办法来设分校 但民燕团体当然有不同的声音啊 因为这个预算的排挤 可能有其他更迫切的 弱势设服这些更重要的路平吧 基础工程 没有看到预算 但用这种面子工程 一确如果说这个城市的人才培养 有需要啦 但问题是这种中央说话 二话不说就给的第二预备金 是不是有其他更重要的地方可以用呢 例如这个顶搭在高雄的社佐营 绿尾李博弈就说 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 一直打给我啊 李这个市长陈其迈 那大家讨论的时候却一直觉得 这种感觉是选对的人经费一直来 然后有用吗 看看南科交大 竹北台大 学生越来越少还要阔校 因为对于这个现在现况 私校办学来讲 不管是公立学校私校一样 要招收少子化的学生 这个现代的趋势 问题真的很大 亮哥 这个小港机场要扩建第二航下 我不知道这个是经过什么样的评估 那个比如说高雄的GDP 台湾的占比是多大 那它的科技园区 坦白讲台积电才刚开始 那我真的是难以想象 因为你如果设在高雄是要通哪些城市 目前两岸这个情况 你恐怕也不是通到广州什么地方 那难道是以东南亚为主吗 那东南亚台湾会有那么多的航班吗 因为这个事情事上在陈秋冰陈内发生过一次 就是屏东的机场 到最后就养蚊子 根本就营运不下去了 这个就是客流的问题了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知识体大我说实在 因为这个机场只会真的盖下去 到时候流量远远不如预期 你真的会非常尴尬 这个比捷运还可怕 你看高雄的捷运也没有盖得很快 因为我是高雄人 我们高雄人还是很习惯骑摩托车 没有很普及 那坐捷运其实点跟点 然后你还是到不了你的地方 还是要接驳 没错 所以这个为什么台北市捷运做得起来 因为你还有新北的人口 网络过大 就是你人口够多 你台北加新北人口有将近600万 所以你才撑得起来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高雄机场它的 那个营运的base 是基于什么样的估计 因为我们的高铁 后来营运出了问题就是因为 没有估到那么多人跑去大陆 因为就在那段时间盖的 那一群人去大陆 很多就没有回来 就住在大陆 所以就扫掉了一大群商务客 本来就是估计他们商务就是要常常 南北这样走动的 所以为什么营运会后来出现问题 后来政府就举债 帮他延长那个还债期限 所以我是觉得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还是要水到渠成 就是真的有这样的需求 你才去真正的兴建 不然你就是先把这个小港机场 常常出现的漏水处理一下 屋顶吧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高雄市政府的问题 是交通部的问题 这个坦白因为我住在小港 所以我非常清楚 这个地方漏水不知道漏多久了 你知道吗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始终没有办法处理 这辈也相对阳春很多 是 我跟你讲 事实上本来有一些 就是想要转到这边来搭乘 可是因为后来就发现 不管去大陆或者去东南亚的人 还是中部以北的人比较多 因为我们的人口就是这样 我们光是北北基陶 人口就1100万 你如果再加上台中 那整个人口大概就已经 1500万以上了 还有彰化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在高雄落地 然后他还要接驳车到台中 或者是中部以北 不划算 需求 时间不好算 所以为什么 大部分人还去选择到桃源搭飞机 这个有很实际的考虑 所以我说 坦白讲这个不能异想天开 这个事实上台湾的人口就是这样 然后商务的人口 我更敢说商务人口可能百分之八十 可能都集中在中部以北 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状态 所以你硬要这样做 就会造成实际上的问题了 我觉得陈希派本来就是 民进党里面比较 比较能够去了解民意 比较谨慎的一个市长 所以我觉得赖金德跟他的关系也会不错 因为他等于是蔡英文跟陈菊留下来的 共同可以接受的人 陈菊跟蔡英文 我觉得赖金德还是要保持相当的关系 然后再加上 就是赖金德之后的潜在的三个接班人 陈希脉 林家龙跟郑文燦 陈希脉也是最低调的 他现在又是蓝霸天 所以我觉得他是确实是看好 没有错 是 以接班人的姿态在培养 所以要预算要多少有多少 所以是不是看实际需求 或是在高雄当地最需要的资源是什么 他直接要800亿就800亿 要1.8亿随时好像拿提款机一顶就有 但这都是我们的纳税钱 我是觉得陈希脉去跟人家分享失败经验 实在是蛮好笑 谁能够像你一样有整个挡当的后盾 你要去干嘛去干嘛 去帮你玩 而且先把你的对手干掉 然后再把你拱上位 所以我觉得你陈希脉 如果要分享这种经验 你不如干脆直接告诉这些毕业学生说 我跟你讲富贵邀人帮办卡办这张 办我们民党党政就对 选对爸爸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不用去讲这些奇怪的经验 我觉得当然每一个地方都希望 地方建设越多越好 可是毕竟我们的资源就是有限 有些东西就是要用在刀口上面 我不反对高雄有个新的机场 或是第二行下都OK 但是问题是他能够 真的有这么多的旅客吗 不要忘记你现在赖兴德上台 一下子就跟大陆搞得这么僵 未来几年 可见的未来大概都不会有什么路客 冰点 对啊 讲实在话就是这样 那请问一下 你搞这么多机场到底要装谁 我实在不太知道 你有这个经费 把湖顶修好不是结了吗 而且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我必须要抱怨一下 为什么台湾每个机场都漏水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先天设计有什么问题吗 桃园机场也是一直在漏水 对不对 然后小港机场也在漏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交通部 你们每年这么多预算 连个屋顶都修不好 到底怎么回事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交通部 到底在干嘛 然后又在那边划纵取统 打造向高雄成为重要双港城市 我们高雄港的排名 已经落到什么程度了 大家忘记了吗 未来看起来我们不会有太多旅客出现 商业上也看起来不像是有什么重大的发展突破 你要怎么变成亚洲重要双港城市 到底怎么做 我实在搞不太懂 你到底哪一点自信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老实说以未来这样来看的话 台湾的产业大部分越来越像高科技产业集中的时候 然后我们其他产业恐怕要面临寒冬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赶快去协助业者转型去面对这些东西 而不是去搞这些面子工程 高雄港全球本来第三 现在掉到18名 而且一直在往下掉当中 请问一下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你现在还在扩校 我不知道很多学校 我们估计未来几年 这个月要关四个 然后到年底可能还有未来十几个学校 我们估计这几年要至少40家学校要关门 你们在扩校在扩什么我都不知道 学校搞这么多干嘛 重点是要人才提升 不要老是搞这些奇怪的事情 我原理也带过台中市政府 看到像这种 渔曲渔球要多少 要五毛给一块 好羡慕 好羡慕 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高雄的渔港 苏仁昌在的时候 就拨给他很多钱 打造国际级的渔港有没有资港 人家台中也有渔港 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待遇 刚刚讲到机场 拜托 现在高雄的人口还输给台中好不好 台中现在是285万的人口 而且它辐射的范围 如果加上南土彰化 它其实才是中部应该要去好好发展的 结果 你又把钱搬给高雄了 又是几百亿 然后又说高雄可以是双港城市 在中央的眼中 永远就只有高雄 所以我只能说 其他六都 其他五都的先市首长 应该都非常羡慕陈其迈 其他不是民进党就没办法 他只要开口 好像他要什么都有 天孙啊 对啊 原来如此 我觉得他以前是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他都可以直通总统 打一通电话 半夜都可以打 对 要什么就有什么这样子 没想到改朝换代之后 换了赖清德上来 人家还是很有办法 你说清大跟焦大 他们要在设分校 这真的是违反大家的常理 因为现在都知道 少子化有多少大学 其实招不到学生 你知道吗 我们的高中 那个海校是一波一波的 现在是很多高中 也面临要关闭了 大学有一些 如果办校不好的 他现在都是招生不足 结果你现在 陈其邁还可以搞一个 把这个清大的分校 弄到高雄去 我真的觉得 先是怎样 教育部钱太多吗 而且是用第二预备金 第二预备金是这样子花的吗 第二预备金通常是用在一些 比较急迫紧急重大的事项 才去动用第二预备金 结果人家可以动用第二预备金 只是为了设一个分校 各位 有没有觉得高雄 白白是 城市 大岁还差这么多 这个如果张上任看了 蒋岸看了 鲁萱看了 真的会觉得 哇塞 陈其邁到底是什么通天的本领 难不成他是下一个接班人吗 所以现在好好的培养 所有的光环 什么都可以集中到他身上 所以只要怕他不开口 只要陈其邁开口 什么通通都有 而且我觉得陈其邁他也蛮厉害 他最近就搞这个演唱会经济 收买年轻人的心 所以他把 就表面弄得非常的亮丽 但是刚刚讲嘛 没有更迫切的设服需求嘛 漏水的漏水啊 然后你那个天坑的天坑啊 这些事情都还在发生啊 这些很基础的 你好像也没有好好做 但是他就用包装 然后跟中央争取大笔大笔的预算 然后搬到这个高雄来 然后创造一个说 哇高雄真的好棒棒 但是